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和我一起DIY做手工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继续想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这样的德国听体 德国这个丁丁专门给小朋友呢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喜欢泡浴室啊,泡澡啊,这种的这个沐浴粉 然后它感觉有点像我们这个泡泡浴 这里面呢,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仿在我们药丸形状的一个药丸沐浴粉 那我们就想来看一下,看一下它这个药丸沐浴粉呢 到底会融出一个什么样的非常可爱的一个小东西 现在可以把它打开来,然后把里面呢浇上一些水 让它稍微的进行一个融化 在上一次的这个视频当中给大家展示了两个 也是我们的药丸沐浴粉当中的两个小动物 也是从它这样的一个药丸沐浴粉当中给它融化出来的 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长颈鹿 还有呢是我们的一只非常可爱的小螃蟹 两只都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不知道今天呢会给大家拆出什么样的一个小宝贝呢 我们这边可以来把它仔细的看一下 让它稍微的可以在里面轻微的进行一个晃动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水稍微的先从少量开始加 然后再加到多的地方 感觉现在呢它的这个外壳是有一点点稍微的融化了一些 现在呢会飞快的就已经是融化了非常多在里面 刚刚都没有开始融化这么多 然后就咻一下 融化了特别多在里面 现在这边是它的第一个 感觉它的两个药丸的两半呢 每一半都会融出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动物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二个 哦这个看起来有点像一只小青蛙 非常非常的可爱 我们呢还可以再把它拿过来看一下 我们呢还可以把它的胶囊 慢慢地拿出来 慢慢地拿出来 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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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个还有点黏黏的 好啦,那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收看更多的关于我们主题的一个小视频 也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你喜欢什么样的玩具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希望能够玩的开心喽,拜拜